熬夜奶娃,发现老婆未灭屏幕上的求助铁,抑郁体制的崩溃,老二才六个月,又中了可自打孩子出生后,我和他再无亲密,我暗中调查,越查越精彩,孩子不是我的就算了,就连老丈人们也是请来的演员,演,继续演,看谁演得过谁,反正我也是专业的,深夜为儿子喝完奶, 老婆已经睡得跟小猪一样,我笑着把他脑袋旁的手机挪开,黑夜里微亮的屏幕刺眼夺目,手机所停留的帖子更是让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抑郁体制的崩溃,老二才六个月,又中了这个帖子的下方,则是一片辱骂,再给我抑郁体制试试,明明是你自己不做错事, 要是你觉得痒,就拿拖鞋抽,你就生呗,一生一个不支生,对不起啊,是我们有眼无珠了,原来博主老公是开麦巴赫,活该人家三胎五胎,各式各样的咒骂,对我而言完全比不上发帖之人,让我心寒,是的,发帖的人,正是我的老婆宁九,也是我两个孩子的妈, 但更重要的是,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我和她根本没有什么亲密的行为,更别说是,她帖子所提的怀孕,望着熟睡的老婆,我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手机都险些,从手里滑落,满脑子只回荡着一句话, 我老婆怀孕了,忍着心计,我强撑着点开她的头像,映入眼帘的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求助,以及她对日常生活的炫耀,而那一辆夺目的麦巴赫,正是帖子里别人终极嘲笑的另一个对象, 麦巴赫,以我们小家的家庭条件,麦巴赫显然还是有些许差距,我老婆修长的大腿,交叉摆落在后座上,佩文则是,见证幸福,获得幸福,我他妈这是被戴绿帽了。 而且,还是绿的发青的那种,一万匹草泥马,顶着绿草,从我的头顶跑过,留下的是烟尘滚滚的嘲笑,当初为了取宁酒,我白手起家,兢兢业业努力了一年,买了车买了房,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 为了能在老丈人老丈母娘面前立足面子,我花费绝大部分的资产,挺直腰板,才去他们家求亲,又经历了他们长达半年的大大小小的考验,我终于才抱得美人归,两年抱俩,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极限,宁酒常说,孩子要带就一起带,我们也能轻松些,原本我还为自己百发百中的技术而骄傲。 现在,我开始怀疑了,楼下老丈母娘养的公鸡,鸣叫了好几次,我才从一夜的震惊里回神过来,你想什么呢,我叫你好几次了。 让你给孩子冲奶,你怎么不去,宁酒皱着眉头问,真是除了赚钱,半点用都没有。 他瞪我一眼,眼里的不屑快要溢出天际,换了以前的我压根察觉不到,甚至还甜蜜地认为这压根不是嘲笑,而是他对我能力的一种肯定,怪不得朋友们都说我认识宁酒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纯粹就是一个顶级恋爱脑。 我从来不去否认,也不去肯定,因为我觉得这不过就是作为男人最基本的,原来这不过都是我自己的滤镜,当局者迷,望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他。 我熟练地将奶粉冲好,轻轻地塞到老二的嘴里,他所谓的没用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保持身材,他拒绝母乳,我支持,为了能快速恢复,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六个月,我十分钟都没让他抱过,除了在月子中心的那一个月,两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几乎全部都是我一手包办的, 要说我是个奶爸也不足为过,可我现在一想到这两个孩子有可能不是自己的,我的心里比压拉泰山还要难过,我要吃礼剂的包子,你给我去买。 宁酒面含微笑,边摆弄着手机边对我吩咐。 我硬了声好,偷偷地将两个孩子的头发收集,假借着腰外出,找到我的发小陈伟,帮我个忙。 陈伟的睡眼惺忪,再见到我的那一刻,陡然睁大了眼。 他妈的,你小子终于出现了,你要是再不出现,我还以为是你坐月子了呢。 妈的,为了个女人你快要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他的碎碎念令我苦笑不堪。 为此,我他娘的好像被戴绿帽了,陈伟先是一愣,再接着是热烈的鼓掌,恭喜你小子终于脱离苦海,我早就说过那婊子不是个好东西。 你他妈就跟被吓了酱头一样,可真是油盐不尽啊,我张着嘴角抬头看他,半点搭理的意思都没有。 当初我和宁九认识的时候,身边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看好的,打扮不说,对他们连最基本的礼数也没有。 自从我和他好上了以后,他就不让我再和他们有过多的来往。 本来我也是略微反抗,可是在持续不断的耳旁风下,我渐渐地和他们约见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三次变成了两个月一次,就连我的婚礼请帖也在他的阻拦下也没有送达到他们的手上。 最终还是我一个一个亲自跑,想到种种,我的心里更是苦涩,来,看着地来的烟,我摇了摇头,对孩子不好,见了,傻逮,为子,帮我一个忙,这是我和两个孩子的头发,你帮我送去检验。 得到结果了以后,你第一时间通知我,陈伟拿着这趟手山芋磕磕巴巴地问,他娘的,我还以为你小子在开玩笑,你来真的,怎么事情闹得这么大,那两个小崽子也不是你的,想到什么事,陈伟狠狠地抽了一口。 原来那天我没看错,他妈的,那车上难道真的是他?买巴赫,我脱口而出,他下意识一应,兄弟,节哀,你吩咐的事情,我一定好好为你办妥,你等着吧,一天我就给你结果。 在得到陈伟的答复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 自然,他要的包子我也没买回,为此,他大发了一通脾气,躲回房间,打扮了一番,别扭着邀出了门,老丈人和老丈母娘又充当了一回合适老,都是劝我担当点,大度点。 还有,他的脾气就这样,让我忍着点,这些话我听了无数遍,差点都把我自己洗脑,我没说话,把两个孩子交到他们的手里。 我转身,就回了书房,再接着动用了一点小关系,查了查本店麦巴赫的拥有者,其中有一个我不算陌生的名字,进入到我的眼里。 宁非,我老婆的远房表哥,宁非在一年前发了笔横财。 得意洋洋不说,隔三差五就会来这里显摆一下,而我老丈人也是对他照顾有加,说白了,我这是引狼入室,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宁非是被抱养来的,严格意上来说,他和我老婆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一想到那个接溜子很有可能就是绿我的狗蛋。 我怒火中烧,手里的鼠标快要被我捏碎,狠狠一摔,四分五裂的鼠标就像我的感情,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古话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又想到最近我老婆对我的洗脑,我们找个机会假离婚,把房子通过中介卖给我。 隔个半年,我在登记你的名字,这样子我也能踏实一点,毕竟我给你生了两个孩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那么爱我,就连你的婚前财产都不舍得分一点给我吗? 回荡在脑子里的这些话,就像是无尽的嘲笑,劈头盖脸,娇了我一脸,这哪是在撒娇,这明明就是在算计,这纯粹就是在煞费苦心地盘算我打下的江山,还有宁久刚刚那副得意离开的样子,不也正是踩在我的脸上碾压,躲到浴室里,打开水龙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再也忍不住痛哭出声。 视线一转,我看到垃圾桶里的两条杠,我下意识生理不适的干呕,一个接一个的真相做实,我由衷地感到恶心,这一晚,宁久又以要和姐妹相聚为友。 抛给我一条短信,便直接关机,没了心情的我把两个孩子也交给了她的父母,在书房里整整待了一晚,这一晚,电脑的屏幕没按过,我手里的键盘也没停过,既然不想拥有我的爱,那便彻彻底底地失去好了爸爸。 爸爸,醒醒,不太轻的巴掌落在我的脸上,把才进入浅睡眠的我打醒,盯着眼前这张与我没半点相似的脸,我第一次感觉到无力,你吃饭了吗? 妈,小小的脸点点头,迫不及待地说,飞飞舅舅。 我一愣,下意识捏紧拳头,又是宁非。 话都没怎么说清的大儿子十分喜欢宁非,只要是宁非出现在我们家里,他就一定会赖在他的身上不下来,以前是我不懂,现在我就觉得可笑,真他妈该死的血缘关系啊。 妈,把孩子带走,我要工作了。 三下午除二,我把哭闹的孩子又撇给了丈母娘,丈母娘皱着眉头浅浅地看了我几眼,嘴里嘟嚷着什么,接着转身回了房间,忍着满肚子的怒火,我并不打算打草惊蛇,陈伟英十英点的邮件像是我的救命稻草,深吸了一口气,我冷静地打开。 新闲出炉的亲子坚定,把我的脸都快要打肿了,接起电话,陈伟大惊小怪的惊呼声拽毁了我的理智。 他妈的婊子,我真没想到他竟然那么大胆,两个孩子都不是你的,他到底是怎么搞的?男人的直觉果然没错,你打算怎么办? 我帮你,兄弟的支持倒是让我有些温暖,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 今天反倒没有那么难过,除了震惊之外,更多的是对于之后的计划,为子,你忘了吗? 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话筒那头一愣,接着是爽朗的大笑。 你小子可算是醒了,中午老地方见,挂断电话,我巡视了书房一周,淡定地从天花板上取下一个文件夹,翻开许久未打开的行李箱,穿回压箱底的衣服,自说自话,安分久了,真是连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都忘了。 我不过就是一个最平常的浪荡情子,我原本以为浪子回头巾不换,谁知道,这他妈一下子就栽了,还栽了一个大跟头,不仅摔得满脸都是泥,还被迫戴上一顶高高的大绿帽,那可真是妙啊,妙极了。 其实,我真正的家境并不贫穷,只是因为和父母的意见相左,才独自跑出来创业,我就是他们口中那种没本事就要回家继承家产的留子,我刚事业起不出期,恰逢又遇上我老婆,坠入爱河的我直接隐瞒家境,和她结了婚。 因为遇上良人的我把所有的卡直接冻结,陪着她一起吃苦,没想到遇到的是这种结果,网上那句话不是说陪你吃苦的,都是好男人,这句话让我坚持,我到现在真他妈荒谬,真他妈老头子挠屁股,越挠越痒,老子不干了,我要回去享福了。 享福之前,我得让这对渣男女尝一尝什么叫做背叛的滋味,他们想要的不就是钱吗?这些东西我有的是,只是,他们怎么才能从我手里抠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小子想什么呢?半天不说话,我给你出的主意你都听了吗? 吐出一口烟雾,我望着烟雾后的陈伟露出一口苦笑,伟子,你和我说说,怎么样的惩罚才能让他们最后悔,这你可找对人了,当然是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我和你说,你让你查的那个宁妃也就是个混蛋,他在外面可是个花花公子,别人片叶不沾身,他片片都摸一把。 而这些女人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利器,陈渊,你可算恢复你真正的样子了,听懂陈伟的言外之意,我笑得放肆,嗯,要不说有的时候还得请一些狗头军师。 威子,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这张卡你拿去,全部消费由我买单。 解禁的滋味真好,一块钱掰三分花的日子,该过去了。 我和陈伟兵分两路,他去收买女人,我去收集宁酒出轨的资料,毕竟宁酒需要的是我的净身出户,然后假意与他离婚,这样子他就财产和孩子双丰收,找到熟悉的律师。 我说明我的情况,在根据律师给的指导意见,我开始布局,我先是不顾宁酒的阻拦,以投资的方式将我名下的大部分资产全部投到朋友的产业中,在借着用房本带了一大笔款项。 老婆,这一次只要投资对了,我们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百,万我们会得到一亿的红利,到时候别说是换房,你想要的所有我都能给你。 他本来紧绷的脸一改常态,娇羞的看了我一眼,找了个借口跑出去打起电话,平时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转身离去,而今天我趴在门板听了个一清二楚, 等陈渊那个傻逼的红利下来,我立马就和他离婚,怎么说我也能分一半,五千万足够我们做很多事情了,到时候换我来包你,我再也不想让我们孩子叫那个蠢货爸爸了。 实在是太委屈孩子,你放心,他做的每一步我都看着呢,他那个项目我派人查过,挺可靠的。 每一句的算计都像在我心口上撒盐,撒完盐后再把我放在烧烤架上制烤。 捏紧手里传来的资料,我冷笑一声,回到书房直接反锁,要说不说,他们一家子都是演员,他妈的。 我孝心对待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全是假的,宁久是本名不假,可他的父母根本不是楼下的那对夫妻,这是他请来蒙骗我的演员,可真他妈好手段啊。 这一演就演了两年,密密麻麻的流水条说明了他们每个月交易的明细,每一步都在算计我,而我却蠢得一步一步往下踏,要不是我还有半分理智。 我现在一定要气得撅过去了,行,演,继续演,看谁演得过谁。 反正我也是专业的,自此,我开始早出晚归的生活,美其名曰是为了整个项目的推荐,实际上我回归到了我正常的生活, 但这次不同的是我要开启我的全面反击,糜烂的生活远离我,两个孩子也全权交给两个骗子, 宁九比我更为忙碌,他的气色也变得越来越差,常常还会在家里无缘无故地摔东西, 就连那两个骗子都受不了,偷偷和我打起报告,询问起我是否和宁九感情出现了问题, 我自然是笑着否认,绝对不可能,必然是为子那边的战略起了作用。 两个女人就足以让宁非焦头烂额,更何况不只是两个,而是三个,四个, 而好几个女人之间的战斗,远比想象中精彩,这部想什么来什么, 我的手机接收到了一条精彩的短视频,两具赤裸的躯体交缠在一起, 侧露的那两张脸就是宁九跟宁非,下面配字,渣男贱女,这一次我倒是多了几分坦然, 想必我并不是第一个收到这段视频的人,视频也只是个开胃菜, 更多的是两人的住址以及家庭的联系方式,我挑了挑眉, 这下手的女人是要置她们于死地啊。 嘖嘖嘖,借刀杀人的滋味真不错,老公,你千万要听我解释, 这女人不是我,我怎么可能会和宁非搞在一起, 匆匆忙忙从门外冲进来的宁九一把抱住我, 两眼泪痕地撅着嘴和我解释她,她可是我表哥, 我们两个搞在一起算什么事,这就是哦合成的, 你可千万不要信,轻飘飘的一句,AI就把这件事推远, 这样就想让我相信她,可我听说宁非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你们两个真的没有什么吗?宁九洋装生气, 举起手就要朝我的脸上打来。 我侧身一躲,冷眼相看,不由分说地打我是因为心虚吗? 寻常人遇到这种事情,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 可宁九却只想来打我,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们两个认识了那么久,难道一个视频就让你破防了吗? 我们之间难道没有任何的信任,可言吗? 对于她的信誓旦旦,我简直觉得可笑, 信任二字从她口里说出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遥不可及,报警,我一定要把造谣的人抓出来看一看, 这视频到底是真是假,宁九一听直接跳脚, 说什么也不让我报警,嘴里嚷嚷着,觉得丢人, 说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我这样的做法丢尽她的面子, 她拿着刀底在脖子上,挡在门口处, 说我要是想出门,除非杀了她, 那几滴响掉就掉不出来的眼泪, 让我看了直犯恶心,不就是想用苦肉计? 拉住我的脚步吗? 你不能去,说什么也不能去, 你要是去了,我在家族里还怎么抬得起头, 打蛇打七寸,我直接反问她, 你该不会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收到这段视频吧? 听到这话,宁九脸一下就黑了,顾不上再拦我, 打开她那早就已经翻了天的手机, 躲在房间里发出尖叫, 在我的建议下,她还是报了警, 经过警察多方核实, 最终鉴定的结果是,这个视频是真实的, 公布这个事实的时候, 警察看我的眼神都带上怜悯, 就差开口说,兄弟辛苦了。 发送的人正是宁非其中的一个女友, 她针对的不仅仅是宁九一个人, 是把她手机里所有的视频全部都发送了个遍, 这一招为爱之狂叫,自损八百, 伤敌一千,气坏了的宁九, 表示不和解,决定追究到底, 至于那女人怎么样了? 我并不感兴趣, 看着眼前脸如调色盘的她, 我一片祥和你知道的老公, 我就是一个弱女子, 我根本抵抗不了她的力量, 这是她强迫我的, 我笑了笑,是吗? 那她的强迫还挺高明的, 我的话止步于此, 不再多说, 一路上, 我们两人没再多说一句话。 她手机不停地在响, 我借着下车买烟的功夫, 把她和宁非的对话听了个透, 反应太过于平淡, 让我有些担心, 不过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把她哄好的, 到手的鸭子可不能让她飞了, 都是你坏我的事, 你那边赶紧处理好, 否则我饶不了你, 别和我说这些理由和借口,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你的那些风流事, 要是处理不好,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抽完手里的最后一口烟, 我对天空比了个耶, 这内哄真不错, 因为出了这档子事, 宁酒对于家里的事情, 开始上心, 不仅开始带孩子, 还做起了家务, 每天等待我的都是四菜一汤, 食之无味地吃着, 因为我知道这所谓宁酒亲手下厨的食物, 全部都是她在外面买回来的, 那赤裸裸的证据, 就摆在门外的垃圾桶里, 当然也在我的远离中, 她还悄悄地把孩子落掉, 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我给她带回数百倍的红利, 但我离开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只为了不看到她那张虚假的脸, 事情还远远不够, 她吃进去的, 我全部都得让她吐出来, 老婆, 我们的工程好像出了点问题, 这个窟窿要是补不上, 那就糟了, 之前我给你买的那些包包, 你能能拿出来, 让我先拿去抵押, 只此一次, 等我赚了钱双倍, 带你去买, 画饼谁不会呢? 只要我画的饼足够大, 就足以将它噎死, 说了又说, 被巨大利诱惑的宁酒, 还是忍痛拿出部分的包包, 你可说好, 以后一定要带我去买双倍, 否则我饶不了你, 我嘴上应付着, 拿着这些我亲手付款的包, 转手以最低价卖给二手摄吃品店, 将那些钱全部捐给山区的孩子, 钱应该用到正确的地方, 计划表完成得差不多了, 准备收网, 借着我开始以公司很忙为由, 开启更长时间的离家, 从一开始的一个星期回一次, 渐渐变成了一个月回一次, 这样, 才能让家里的隐形摄像头, 更加明目张胆地拍摄到他们之间的亲密, 只是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胆, 不仅不避讳, 就在我离开家的第三天, 宁非就已经登堂入室, 直接住进了我家, 我该怎么评论他们两人之间的深情呢? 猪狗配, 还是说烂锅就配烂盖, 宁酒也是狠, 经历这种事情还能忍下来, 我都得称他一声大哥, 宁酒知道宁非外面有人不仅没发疯, 仿佛爱得更深切了, 我真他妈不明白我输在哪里了, 这一个二六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收服了他, 还是说停在门口那一辆二手麦巴赫, 才是真正的王炸, 这些想法不停地在我脑海里回荡, 我始终想不明白, 既然他们有颇万难都要在一起的这颗心, 又何必来祸害我, 我真他妈纯纯冤种, 冤大种, 气归气, 我还是默不吭声的, 把所有的视频保留好, 每一个都是让他们无法翻身的证据, 与而上钩, 可以拉干了, 半个月后, 一个和平的下午, 我乔装打扮了一番, 对宁九提出离婚, 宁九下意识地反对, 陈渊, 你发什么疯, 我天天在家给你操劳, 带孩子雇家庭, 你现在提出离婚是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生了两个孩子是黄脸婆了是吧, 现在想一脚踹开我, 没门, 我绝对不同意, 我躺在沙发上, 淡定看着他表演, 要不是我早早就知道事实, 他这演的跟真的是的, 我真是不好下手, 我投资失败了, 上面卷走了所有的钱, 我现在倾家荡产了, 就连我们现在的房子, 很快也要被银行拍卖, 离婚对你而言是最好的, 我现在债台高筑, 如果你选择继续和我在一起, 那你必须要和我一起偿还债务, 宁酒, 你愿意吗, 哐当一声, 奶瓶掉到地上四分五裂, 而这巨大的破碎声, 引得孩子哇哇大哭, 瞬间家里变成了战场, 陈渊, 你, 你说什么, 宁酒揪着我的领带, 满眼是泪质问,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宁酒, 我破产了, 生怕他听不清, 我一字一顿地咬中字眼, 告诉他这个消息, 像是听懂了, 宁酒直接倒在地上, 我不信, 我们赶紧去报警, 一定能把钱要回来的, 磨了房子, 磨了钱, 还有我的包, 该怎么办啊, 孩子怎么办, 以后我们怎么办, 宁酒疯狂地锤打着我, 都怪你, 要不是你这个王八蛋说要投资,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把这些东西全部还给我,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大骗子, 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 都是你, 推开他, 我冷漠地整理好领带, 我早就已经报警了, 接下来只能等待要不要离婚, 随你, 下个星期, 法院就会过来对我们这个房子进行验收, 所有在房子里的东西, 都会进入到拍卖程序, 宁酒心如死灰, 看着两个哇哇大哭的孩子, 冷然地开口, 如果要离婚, 所有的债务你自己承担, 这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不要, 此刻我真的剖开他脑袋, 看一看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真他妈觉得我是个傻辈, 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你不要,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哪怕是按照分配标准, 我们也是一人一个, 你把两个孩子全部都丢, 给我一个大男人, 宁酒不打算再装, 闲雾的眼神看向两个孩子, 不然呢, 我一个女人怎么带他们两个, 我又没有收入, 你不是还有父母吗, 甩给他们就好了, 之前我和他说过, 我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 早就断绝了联系, 宁酒也只是知道我父母的存在, 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虽然说知道他绝情, 可没想到能绝情到这种地步, 两个孩子都不是我的, 却还要把他们甩给我, 自己完全置身事外, 这是人吗, 要不是亲眼看着这两个孩子, 从产房里推出来, 我真的会怀疑, 就连孩子也不是他的, 可往往事实,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残忍, 我头上明晃晃就顶着 大渊种绿帽侠六个字, 现在他还要往我头上, 再套上傻杯,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我只甩出亲子鉴定, 砸到他脸上, 宁酒你可真是下的一手好奇, 利用了我那么久, 最后还想再收割我一把, 这孩子我是一个都不可能要的, 养不熟的白眼狼要了做什么, 隔应自己吗, 你竟然瞒着我去做亲子鉴定, 你这个王八蛋, 明酒恼羞成怒, 锋利的指甲抓得我的手, 留下了一道道血痕, 他发疯将客厅里的所有东西 一推而下, 光浪的声音在地上 形成和谐的音乐, 陈渊, 你休想摆脱我, 我还在哺乳期, 只要我不同意离婚, 法官是不会判的, 你以为这就能摆脱我了吗, 休想, 对于他的歇斯底里, 我倒是也淡然, 不离婚倒也好, 有人帮我承担债务, 我还乐得不行, 毕竟在我投资的时候, 我也已经告知你, 这属于我们的夫妻债务, 一听到关于钱的事, 明酒彻底发狂, 癞蛤蟆吃完天鹅肉就想踹了, 我跟了你两年, 你给了我什么, 不就是一些破包? 别的不说, 除了这房子, 是我在婚前, 为了让他安心买下的, 两年来除去我自己的花销, 所有的工资我全部上交, 那些钱的去向我压根不致, 连着婚礼前, 我倾家荡产给的九十九万的彩礼, 全部都进他的口袋, 现在宁酒竟然反咬我, 直接说我什么都没给他, 这次我没忍住, 直接鼓起掌, 好好好, 真他妈当我傻子, 是吧, 你和宁非的那些破事, 还有你们两人出轨的证据, 我已经全部交给了律师, 至于债务, 我们一人一半各自承担, 两个孩子不是我的, 抚养权自然也不在我这里, 还有, 这些年我给孩子的花销, 也请你一并赔偿给我, 一口气说完, 心里简直舒畅无比, 宁酒被我说愣了, 生气顺其百见, 就要朝我砸来, 你个贱男人, 竟然这么算计我, 嫁给你我真是下了狗眼了, 要不是被你骗, 我又怎么会现在过得那么惨, 你个骗子,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把你恶心的行为, 全部都公之于事, 难听的话不停地从他嘴里说出, 直接将我贬低到地狱里, 倒打一耙的功力, 他是越来越熟练了, 经过我的调查, 当初我们所有的遇见, 还有他会和我结婚, 全部都是宁酒算计好的, 只是因为他怀孕了, 又在精心设计下, 找到了我这么个冤大头, 喜当爹的戏码, 偷偷轮到我的头上, 这堪比电视剧的情节, 真实地在我世界里发生了, 心里倒数着, 一,二,三,准时地砸门声, 应声而来, 宁酒你个狐狸精, 给我滚出来, 有种勾引我男朋友没中露面, 是吧, 你个臭婊子, 别以为躲在里面当乌龟就可以了, 不就是替他生了两个孩子吗, 你以为靠这个就能笼络他的心了, 呸, 做梦, 听着外面的叫喊, 我满意地点点头, 终于来了, 二话不说, 我直接打开了门, 别开, 他的呼唤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门刚一打开, 凶神恶煞的小四就这么冲进来, 静止冲着他的目标, 和宁酒很快地就打在一起, 小四的身形比宁酒大上不少, 不多时就占了上风, 最后两个人扯得身上都没几块遮羞布, 脸上脖子都是血痕, 不慌不忙的我, 这才打起了报警电话, 你好, 我这里是常乐街八十三号别墅区, 有人互殴, 已经进入白热化了, 难以压制的余悦, 让我来了闲心, 和警察时时转达战况, 受了委屈宁酒扑到我的身边, 让我救他, 还不等我推开, 小四便气冲冲地开口, 你真他妈绿帽戴上瘾了, 这样的女人你还要了做什么, 要是我, 直接就把他按到马桶淹死,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 这两个孩子根本不是你的, 是宁非那个大渣男的, 小四一把拽起宁酒的头发, 狠狠地撕扯, 他就是个不要脸的臭婊子, 赶紧踹了他去找别人吧, 我挑了挑眉, 心想这小四还怪好心的, 在小四的补充下, 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他们四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宁非同时周旋在三个女人中间, 他们被骗了钱, 还被骗了身, 不是用这个的钱养着, 就是用那个的钱养着, 而他时间管理的技术也十分地高超, 一两年下来, 大家都对他死心塌地, 并且也没有发现他奇怪的地方, 这要不是我和维子使了点计谋, 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当然, 还有一个完美隐身的第三者, 已经被小四狠狠地收拾了一遍, 我不知是怎么地, 突然觉得宁非这垃圾的女人缘还挺不错的, 靠着他那破烂的麦巴赫, 勾搭上不少女人,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 他爱的明明是我, 他说你就是他消遣一下的工具, 宁酒骂道, 两人的嘴巴子劈头盖脸地上来, 呼嗷越发失控, 但我始终没有插手, 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矛盾, 不是吗? 等警察来到的时候, 两人的身上已经没几块好肉,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滴, 和警察说起了自己的难处, 至于我, 早就溜至大吉, 他们会怎么样? 我并不感兴趣, 我在乎的是我的目标达成了, 真爽, 两天后, 我和宁酒是在民政局见的面, 我的律师前一天已经和他约见, 把所有的权衡利弊都和他说清楚, 他演戏的事也被我们一并拆穿, 至于那九十九万的彩礼, 他也要吐出一大半还给我, 为了避开我这个脱油瓶, 宁酒吧不得马上甩开我, 当天夜里就拿着他那仅剩不多的两个包包藏匿起来, 这不顶着黑眼圈来和我签字, 宁酒看着我的眼睛里, 除了仇恨就是深深的恶意, 我们离婚了, 你别想再缠着我, 关于你那些债务统统与我无关, 昨天我已经和你的律师说清楚了, 出了这扇门, 我们两个就拉黑删除, 再也不用联系, 钱我有了以后自然会给你, 总之一句话别联系, 我没搭理他, 爽快地签下名字, 双人照遍单人照, 重获了自由, 我觉得飘雨的天空都是一片晴朗, 爽, 一个字就是爽, 爸, 妈, 我今天回家吃饭, 两年了, 这是我和他们吃的第一顿饭, 打完电话看着身边的宁酒, 恭喜你啊, 终于能回到他的身边, 光明正大的宁酒戴着口罩怒瞪我, 穷酸样, 祝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 缓缓地刹车声响起, 一辆麦巴赫62S停在民政局门口, 车窗降下, 老板, 当着他的面, 我坐到后座, 在他错愕的眼神下, 朝他挥了挥手, 后视镜里是宁酒发狂地尖叫, 尘愿, 我不离婚了, 你给我回来, 呵呵, 老板, 请问需要停下车吗, 不需要, 再见就是陌生人, 许久以后, 等我再听到他们两人的消息, 是从维子口里, 宁酒因为拒不还钱, 被法院列为了失信人员, 更为奇葩的事, 因为利语熏心, 他把两个孩子卖到了山区, 直接被警察逮捕, 未来的十几年里, 都将要在牢里度过, 至于宁非, 招惹上了不该惹的女人, 直接被对方的男友打成绝子, 成为了半身不随的废人, 对于这些, 我只有一句话,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来来来, 今天消费我陈总买单, 恭喜陈总成为本市的新首富叶海长。